公里嘛 那我已经在好几个场合 听到类似这样的讨论了 那么我是认为 对软体跟硬体要一起来 才能够成功 那么脚踏车 我们很羡慕北欧 荷兰或者是瑞典 台湾的路线是很长 但是呢 我们不会觉得安全 所以它只是当作休闲用 没有办法当作真的交通工具来使用 那人BMW中间是Metro 左边是B是Bicycle 右边是Walking 特别Walking的部分 昨天我搭高铁 等一下我要去搭高铁 我从高铁车站出来 我停车 过那个马路 过那个搬马线的时候 也没有安全感 真的是没有信任感 这个部分 实际上是非常的严重 改善是非常容易 政府有没有决心 要不要用心 我是建议啊 全台湾要改善是很困难的 但是从一个点开始 从高铁车站 就是要出来要去开车 停车场 哪一点先做 让大家经过那一点 感觉到安全从来开始 可不可以这样来做 以上谢谢 谢谢 我们接下来 下一位计划 我副市长 如果副市长说的一点 我副市长说民众习惯不改变 运输系统货帮火箱流油 我看就是说运输系统 就是大众军音系统 冲好好的 像我前面说的台中三手线 日制型军音系统 冰水降转 这是骨枝铭炎 这冲好水的人 会更多 再来附近副市长说低碳工 讲多点 年后说亿生多多 我希望我们副市长 后来再说的是 可以跟我们说亿生多多 也可以跟我们说 都会接生多多 像附近隆委说的 要做三手线 这事情要花钱 再来附近隆委也说 不要把水南园区 变成水泥园区 如果低度开发 你就可以接生质 这是很重要的 把水南园区 通过水泥园区 这样 我们后一台 就没有空间 可以比较危险 所以说 拜託副市长 也认论我说话 拜託副市长 我们副市长 跟基务上学 我们这台人的知识有限 我们应该留一些空间 留一些空间 留一些空间 给后一台的人 谢谢 我们给大家报告两点 第一个 我们一直在思考 公共交通 在公共环境里头 我们要怎样达到安全性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什么 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 将它的bicycle 列入交通的运输工具 所以它是一个交通 不是跟台湾一样的休闲 这一点是值得大家认识 所以我们应该建议 是不是将我们的bicycle 列入交通的工具之一 提供给大家做冷静的一个思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就是三手线的目前的进度 给大家报告 并不是中央丢给地方 而是在上个月的时间 由副市长带队 在我们交通体系到交通部 达成一个共识 也就是由地方 来做整体性的一个 评估规划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交通体系呢 以往只有公共建设的一个投资 但现在不然 现在也就是搭配的公共建设周边 交通体系周边 土地开放一起来参与 这样子才能够达成整体的一个发展 所以目前这个规划会是2000万 三手线由交通部协助1000万 由我们台中市政府编列1000万 以上给大家说明 请蔡博士 好 我再补充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有发现自行车的部分 自行车的部分 一方面我们希望说 从休闲式的那种车道 变成通勤式 这当然需要 开始在整个市区里面 开始要建设 所以你现在看到 其实我们自行车 已经很多的车道都做起来了 但是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属于休闲 现在怎么样把这个 作为通勤呢 比如现在这个铁路高架 高架化之后 我们底下就希望 能够把它开辟出来 有自行车的这个 可以可以骑的 那就可以串联到 包括台亚神 然后后峰 东峰 可以做一个串联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建置的 第二个 我们现在在做的BLT当中 我们也希望能够 把自行车的租论站也设计进去 所以这个部分已经得到 团保署的经费也来了 我们已经开始在交通局 在做规划 所以希望能够 本身的议算 我们各局处在做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今年度我们就开始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所有编明年议算之前 先把你编的议算 我们来核对 你也没有符合你的低碳的 一个白米数的项目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的 我们可以提出来 我们在议算当中 有多少逆数在这个部分 然后你可以达到多少的减碳效果 我们都有详细的数据 因为今天可能 比较属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所以没办法把这个详细数据提出来 我们以后可以 而且我们是一定要做的 我们到今年年底 我们就会检讨 到底我们这一年执行下来 有多少成效 都会有数据呈现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您好 就是 我一生为一个小小事 你的那个意见来讲一下 就是像我觉得 刚刚讲到信赖感的问题 但是信赖感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的空洞 比如说像大家都在说 渐渐渐渐碳 然后是他们说 噢我们在做 我们要钱 我们都有在做 那有时候并不是 经济跟环保问题冲突 有的时候是方向问题 那假如你真的要做环境的话 你应该要全面的做 可是却之前会听说 台中市说要干什么 气而怪 那结果这种东西 就很明显就不是低碳的啊 对 所以说你要人民去信赖一下 真的是 我觉得有难度 所以我想要知道 就是要说 如果你是要非常信任感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来培养 这样 你要什么样的时间 方式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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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刚刚有一点没有回答 不好意思 水南经贸园区 我跟各位报告 水南经贸园区 将有可能成为我们全台湾最低碳的一个园区 我们目前在规划 254公顷当中 就有70公顷的大公园 而且其他的整个的规划呢 基本上我们都以低碳 而且我们还成立一个小组 专门在看看所有的是不是能够辅合我们低碳 所以这里面将来的建筑 能够达到钻石级的地建筑 再一个很重要的是交通 我们希望这些油电 油的车不要进到里面去 所以怎么样让车子能够在外围 就用停车场让它停住 然后进到园区里面 能够采取所谓的电动车来接破 所以我们也许没有办法 一时间把大台东市整个低碳都建立好 可是我们可以从一个社区 把它成为一个低碳的示范社区 从这个社区出发 将来能够推动到其他的地方去 这是第一个 因为有关这个汽油管的问题 我想这个讨论很多 今天要在这个环境 这个场合再继续谈的话 可能也要花很多时间 不过我们是希望 从几个角度来看 从整个观光 然后多元化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港区 各位知道港区 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讲到火力滑电厂 就是港区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 那怎么样能够多元的 它不会单纯只是汽油管的问题 白海豚的问题 我们甚至将来能不能有更多的 包括水上的相关的这些设施 但是能够慢慢把它建构起来 它成为一个比较多元的 一个观光休闲的社区 那它也可以成为一个教育的 一个推广的社区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面向可以来思考 这是一个可以 大家可以来好好谈的问题 好 谢谢 我想我们做一个总结 也就是说 一个愿景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 以及对的公共政策 那么 曾如刚才蔡博士所说的 我们也希望引进在全国里头 第一个100部的电动车 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上个礼拜 在桃园市 那个里长 他说我要退回电动的自动 所以这些的实际行动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周边设备 我们也很高兴的 也就是在2018年 我们台湾争取到 中华民国争取到 全世界的花博博览会 我们也希望 因为后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形态 从民国78年开始 金香葡萄的种植 一直到民国85年 南投酒厂 他不接受金香葡萄来做葡萄酒 也就是终止葡萄酒的酝酿 当时我们要求政府 要怎么样协助这些民众 所以我们换了一个产业 也就是我们的百合 我们的蝴蝶兰 我们的公主兰 我们的博兰 现在在全世界里头 花光华乐 甚至我们的百合一株 可以卖到四百八 在荷兰在日本 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 因此我们希望这个2018年的博览会能够非常地成功 也就是带动整个台湾在美的方面 在全世界的展现 所以现在也就是成如太博士所说的愿景必需要有所行动 好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有这个一句话 因为刚才那个老师提到说 当公立学校的老师的孩子都送往私校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危机 我最后用我自己教育的一个专业跟各位报告 这是有的现象但不是普遍的现象 我想也不用太过度的忧心 因为无论是公立无论是私立 我们其实都应该带动他的发展 所以教育的问题 我们还要拜托林立委 他在这个教育委员会里面 也能够帮帮我们 12点国教建构好 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建构不好 就会从老师讲的问题会比较严重 所以我想还是希望 在整个制度方面去做一些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查续时间 会障害具备打包 请查回包